欢迎收看《区植送》,我是林冠 内地十一黄金周一直被视为拉动内需促进消费的重要日子 而今年的假期来到尾声 单计头四天,全国一共接待国内旅客4亿2千万人次 已经恢复到去年近百姓 但旺丁是否代表一定旺财呢? 我后悔了,不想出来啊 我后悔了,我想回家啊 在安徽黄山,虽然客流量没有达到上限 但游客已经塞满了整条山路 难怪有人想回家 就连警区志愿者都要增派人走 厕所都不敢去 根据外卖平台数据显示 黄金周初五天 热门景点的外卖订单比去年增加两倍 酒店的外卖都比截前多了1.5倍 不过不是每一行都旺丁又旺财 游客多,不是个个肯拿个银包出手 文旅报公布,十一黄金周初四天 国内接待游客4.25亿人次 比去年同期减少近2.2% 旅游收入超过3,120亿人民币 跌得更多有三成一 出游人数的恢复程度超过了旅游收入 不过学者预计随着内地 进一步控制疫情 圣诞节到春节期间 消费会继续增加 今年11场假期 除了旅游还举办婚礼的高峰期 近日在内地社交平台 有人指在这个假期内 连续参加23场婚礼 真的做人情都做到怀疑人生了 那情况是否代表婚庭市场 都要迎来一次报复式消费呢 结婚是人生大事 但这一年因为疫情 不少婚礼无法如期举行 新人要拖到年尾才可以拉迷天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